这是陈时中确定要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之后 首度跟陈建仁同台 两个人并肩而坐有说有笑 之前还传出当时民进党内都在等一个人 两个人的互动似乎替陈时中间接驳斥二军说 甚至不排除邀请陈建仁担任竞选总部的主委 我相信在整个竞选团队形成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请议 但是在什么位置我们可能要尊重陈副总统 防疫模式切换到选举模式 北市选战特快车门票到手之后 选举形成满档陈仁中也认了 将会从在指挥官这个位置先毕业 事实上是在做毕业的准备 那本来那时候在刚开始 那这一次要不要被人家又想做跟选举有关 本来想要延期 可后来又想说这些证书 这些奖章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如果再延期恐怕要重新再印制 那恐怕也不恰当 未来也很难以部长的身份 参加卫福部专业奖章 跟表扬优秀公务人员的机会 游戏全身中 在被民进党的正式征召的前一天 端出了904天的防疫成绩单 防疫服务战役堡垒打输 一连串的动作 还是难免被外界嘲讽 选前的毕业典礼 请一个毕业典礼 这不能这样讲 我想战役堡垒最主要是 我们解疫所的一个辛劳 疫苗的上面 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口罩前面的一个 策略上面的一个成功 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似乎忘记当时的口罩 跟疫苗之外 成人中肯定自己的防疫战役堡垒 将检疫人员的部署前线 合力防疫的历程 记录在书中 北市选战开了第一枪 不过为了驳斥落跑标签 将政务官跟自由业画上等号 连柯文哲都看不下去 在疫情还未告一段落之前 就决定跳船参选 成人中成了防疫师裂剑靶 从指挥官到父母官角色怎么转换 就看成人中如何以自由业的心态 将防疫堡垒的责任扛起来 见黄家伟李嘉宇台北报道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